三四八的片语运用 要介绍的是很简单 就是混日子 就是片语 另外这个句子又有一个句型 那就是如果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语法 idle away idle 他当形容词用的话 就是有所好选 很懒惰的意思 这跟lazy差不多 那他有可以当动词的 就是idle away once time 这就当动词用 那么我们翻成虚度 白白的浪费 好这个是 他的动词片语 第二个这个句型 我们要用如果if 那么这个number 要用ben then 同学常常会写到and then and then 这个是在口语上很常用 所以呢 会混淆 and then是什么意思 然后之后的意思 那这个then 那么他配合if 所以你看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常常讲说 他回来才一天而已 然后呢 他又出国了 he just came back home for only one day 然后 and then he went abroad again went abroad 就出国 他又再度又出国了 那就是and then 然后 好吧 这个地方容易疏忽 提醒同学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 先把这个单字 先了解一下 idle away 好 I ask him to stop 这个重要 stop 后面要加ing 就是停止怎样 我要求他 我劝他 stop idling about about 可以改用around 就是到处 这个 虚度时光 一点正式都不做 东方西方 每天就是游手好弦 那就是 idle about 我劝他 停止 游手好弦 并且 做一些 do something useful 做一些 有用的事情 but in vain 但是 没有笑 他根本就不听 所以这个but in vain 也是很好用 but in vain 但是 一点效果都没有 无效的意思 所以你 讲 前面讲很多 我都怎样 一直宣托 怎样 一直怎样 但是呢 都没有笑啊 都没有笑 就是用but in vain 这个是很好的写法 第二个 要注意点 idle 后面要加ing 他就停止 做什么事情 好 我们再看 第二个例子 there is a saying a proverb 有一个格言 有一个谚语 那用 这个 冒号 后面的 就是谚语 所以呢 我们 英文的 语法上 把做后面的 谚语 就称之为是 proverb 或者是 saying的 同位语 同位语就是 这个格言 就在这里 这个就是格言 这就是 语意相等 那就叫同位语 有一个格言说啊 an idle youth 有一个懒惰的 这个 use就是年轻的时期 那就是 年轻的时期 很懒惰的话 an nitty age age就老年的时期 nitty就是穷困 那 年轻时 懒惰 老年时 就穷困 但是我们 只有一看这样 an idle youth an nitty age 实在是不了解 它的含义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写作上 又会再 重新 再把这个意思 来说明一遍 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用这样 it means it就是指 这个谚语 这个谚语 means 意思就是说 好 后面 这个就是 谚语 它的含义 就从后面 开始 好 那这个 连接词 letter 省略掉了 他说 if one iddle away 他说 如果一个人 iddle away 就是 浪费 his time 浪费 他的时光 好 什么时候 浪费 他的时光 讲清楚一点 用 when he is young 当他年轻的时候 这是补上一个 比较时间的 复词词句 那he is 可以省略掉 用 when young 就可以了 then 那么 这个then 就那么 这不能用and and and 就是然后了 那就不通了 那么 he will suffer poverty suffer poverty 就是 遭受到 poverty 贫困 贫穷 suffer poverty 就是 将会很贫穷 什么时候 这个有 对称结构 年轻的时候 老年的时候 所以前面 有对称 对不对 use age 有在对称 when he is old he is a 神略 when old 老年时 他就会 受到 穷困之苦 ok 这个是 idol 非常重要的 一个英文的 一个单字 好 现在我们就 把 这个范例 讲出来吧 if you would make an enemy would 并不是 讲过去 是 好 我的就是 有这个意愿 如果你真的想尝试的话 if you would 你真的想要 make an enemy 制造一个敌人 我们中文就发现 树敌 好 我们要树立一个敌人 如果你真的想要树立一个敌人 很简单 ok then 那么 这个可以省略 那么 你就 land amend money 借一个人 钱 借钱给他 然后 and 然后 ask it ask it it就是钱 ask it of him 就是 要求 某人 什么东西 你借钱给一个人 然后 向他要求 钱 我借你的钱 下礼拜五要用啊 快点 还给我啊 好 借钱给他 然后 again 再度的向他 要钱回来 这个时候 你的敌人就树立了 哇 所以呢 你要这个 看这个朋友 怎样 你要得罪一个朋友 哎呀 太简单了 他向你借钱 你就借给他 然后呢 第二天 你就向他说 哎哎哎 钱我要用了 马上翻脸 我告诉你 那有人是 这个 朋友借钱 朋友有钱 他是故意不还 他就是不还 赖皮 好 那个借钱的人 他也知道 他就不管 他也不去要钱 他就每天到他家 去做一做 哎 泡茶聊天 他也不讲钱的事情 他每天就去你家 做一做 做一个十分钟 二十分钟 哎 问候一下 哎 小孩子是怎样啊 哎 隔没有多久 钱就还了 为什么 哎 不堪其劳 好 哎 因为这个是很聪明的 哎 还不不至于把朋友 这个转变成敌人 那一般来 一般的人 可能就 树敌了 好